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2月1日的频道 现场报告10月12日晚的新闻 首先是欧盟及中国关系的消息 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10月11日報導說,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預計在15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 一名歐盟外交官介紹說,歐方將在通話中重點關注人權和貿易的問題。 報導原人一位歐盟外交官說,米歇爾將敦促習近平重新考慮北京對歐洲議會議員, 依靠歐盟機構的制裁,因為歐盟此前也就維吾爾人權問題對中方官員實施了制裁。 北京方面對歐盟機構和歐洲議會議員的反制引發了強烈的反彈, 實際上凍結了落實歐中在去年年底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推進工作。 在過去一年裡,歐盟與中國的關係一直惡化, 因為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引發雙方系列制裁, 以及北京在台灣問題上與立陶宛的對峙, 因此多個歐盟國家一直在呼籲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說, 對我來說,很明顯與中國接觸的最佳方式是從團結和力量的立場出發。 我們必須鼓勵在氣候政策等某些領域的對話和合作, 但當中國的決定與我們的觀點背道而馳時, 特別是在人權和地緣政治選擇方面, 我們也應該準備好與以回擊。 10月12日,一份等待已久的英國政府抗疫報告終於出爐。 這份150月的報告是英國抗疫行動的首份權威調查報告。 這份由下議院各黨議員組成的委員會暫寫的報告認為, 英國早期的抗疫失誤,未能控制著病毒的傳播, 揚成了英國史上公共衛生方面最嚴重的失敗之一。 科學家群體免疫抗疫,耽誤了封城的時機。 報告一針建設指出, 疫情早期緊急情況科學諮詢小組顧問, 向政府建議可以通過控制傳播的速率, 讓民眾感染來獲得群體免疫。 此舉造成了英國人生命的喪失, 直接導致了延誤第一次全國封城的時機。 英國在大流行最初幾個星期, 所蒙上的無知面紗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報告說,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新冠檢測的國家之一。 儘管如此,直到大流行第一年的年底, 英國政府仍未能將它轉化為有效的檢測和追蹤系統。 不過,報告也說英國政府也有成功的地方, 特別是在疫苗推進計劃方面。 英國的疫苗從研發到普及, 是英國歷史上最有效率的一次行動。 報告讚揚了時任衛生大臣漢巧克, 設定到4月底每日進行10萬次檢測的目標, 說這發揮了重要激勵作用。 編寫報告的議員們表示, 新冠疫情還加強了已經存在的社會、 經濟和醫療不平等現象, 極待解決。 世衛免疫專家戰略諮詢小組說, 11月11日會再針對一般大眾是否應該施打第三針疫苗的議題進行討論。 世衛指出, 完整接種中國科興和國藥集團新冠疫苗的60歲以上民眾, 也應接種第三劑。 因資料顯示, 這兩款疫苗在接種6個月後, 抗體水準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接種第三劑後, 受試者抗體水準快速上升。 根據法新社統計, 國藥集團疫苗目前有69個國家使用, 而科興疫苗在36個國家中流行。 截至目前為止, 世衛一共批准了6款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包括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 強生中國的國藥和科興疫苗。 除了強生的疫苗, 其他都是兩劑量的疫苗。 此外, 世衛組織也即將決定是否將印度巴拉特生物公司的疫苗 疫苗入緊急使用的清單裡。 歐盟10月12日公布了一個總值10億歐元以援助阿富汗的方案。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一人12日說, 援助方案的目標是防止阿富汗出現重大的人道主義和社會經濟崩潰。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博雷利, 11日指出, 歐盟需要不承認塔利班過渡政府的前提下, 防止阿富汗出現經濟崩潰。 他說這樣做, 可以防止一場新的歐洲移民災難出現。 他表示, 歐盟正在尋求加強他們對阿富汗人民的直接援助, 以避免當地出現崩潰的情況。 塔利班和歐盟代表1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會談。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1日批評塔利班違背對阿富汗女性的承諾, 但古特雷斯亦呼籲全球向阿富汗投入資金, 避免當地經濟崩潰。 塔利班在8月15日取得阿富汗控制權後, 至今沒有一個國家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 古特雷斯在美國和塔利班進行首次面對面會談後發出以上評論。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 在這次會談中, 美國提出了關於阿富汗女性權益的問題。 古特雷斯告訴記者, 對於塔利班違反對阿富汗女性的承諾, 我特別感到震驚。 我強烈呼籲塔利班信守對女性的承諾, 履行國際人權和人道法律的義務。 古特雷斯強調, 聯合國絕對不會放棄這個議題, 並持續每天與塔利班會談。 古特雷斯特別提到, 至2001年以來, 有300萬阿富汗女性得以就學, 而女性平均接受教育從6年提高到10年。 古特雷斯警告說, 阿富汗80%的經濟是非正規的, 女性佔了主導地位。 如果沒有她們, 阿富汗的經濟和社會就不可能復甦。 這裏是荷蘭粵語頻道。 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點贊、轉發和訂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執行董事會 重新對捲入造假中國數據醜聞的總裁 格奧爾基耶娃具有信心並支持她的留言。 法新社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11日召開會議後發表聲明, 對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信任, 相信她會致力於確保這個全球危機貸款機構的最高治理和誠信的標準。 聲明還表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考慮制定額外措施, 強化保障機制, 維護公正的工作環境, 並提供投訴發表意義和問責的渠道。 格奧爾基耶娃也發表了聲明, 對董事會對她領導有信心表達感謝。 過去一個星期, 有24名成員組成的基金組織董事會 為了格奧爾基耶娃的去流問題, 進行了馬拉松式的多場會議。 格奧爾基耶娃是保加利亞經濟學家, 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掌台人。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說, 美國將繼續評估, 圍繞著這個指控有關任何新的證據, 並密切監督國際貨幣基金未來的表現。 美國財政部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 美國同意其他執行董事的意見, 認為目前缺乏直接的證據顯示總裁扮演過不當的角色, 因此缺乏撤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根據, 但細行報告揣改數據事件, 讓人們對此產生合理關切。 聲明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主動採取行動, 鞏固數據的完整性和可信性。 格奧爾基耶娃及基金組織其他領導人, 必須重新致力於維護研究分析和政策的透明度。 再看看中國恆大集團的問題。 涵入債務危機的中國恆大集團在過去三個星期內, 第三道並沒有如期支付債券的利息。 據路透社報導, 一些恆大債券的持有人說, 他們並沒有如期收到股息。 受影響的債券在明年4月、 後年4月和2024年4月到期, 恆大必須在格林威治標準時間12日凌晨4點之前, 向持有人支付總值1億4千8百萬美元的票息。 恆大背負著超過3千億美元的債務, 上個月已經兩次未能按時對付美元債券的票息, 合計1億3千1百萬美元。 看看荷蘭的消息。 荷蘭看守內閣首相呂特認為, 如果現在的皇室阿瑪利亞公主是個同性戀者她娶了一個女人, 她不必退出皇室第一繼承人的位置, 仍然可能會成為女王。 這條消息成為荷蘭媒體今晚的議話題。 雷特在回答自民黨和工黨提出的問題時表示, 她認為皇室或公主與同性別者結婚, 對於國會同意她的婚姻並沒有造成障礙。 這些問題是在阿瑪利亞職責招呼一書出版後提出的。 在這本書裡, 皇室問題專家雷溫克爾寫道, 憲法表明如果公主想和同性者結婚, 就必須放棄皇位, 但根據雷特的說法, 情況並非如此。 雷特並沒有回答這樣的婚姻所孕育的孩子, 是否亦有資格登上皇位。 憲法規定國家元首必須由合法後裔繼任。 工黨想知道, 是否亦包括同性婚姻中收養的孩子, 或通過貞子捐贈者而為人, 或由代孕母親孕育的孩子。 根據雷特的說法, 憲法規定的目標是明確君主制, 將皇位交給哪一個, 而提供憲法的確定性。 不過雷特承認, 何那憲法和目前的家庭法有所衝突? 他指出, 如果阿瑪利亞公主爭得結婚的許可, 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 可以討論這個問題。 他說, 現在預測這樣的問題是不合適的, 這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具體事件的事實發展和具體情況。 正如回顧家庭法的時候, 所看到的這樣, 家庭法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而發生變化。 根據荷蘭的法律, 皇室成員的婚姻, 如果要繼續保持皇室成員的身份, 必須經過國會的同意, 否則亦可以放棄身份追求自己的真愛。 就像已故的王子弗利索, 當年在國會不同意的情況下, 亦要跟Mabel 結婚一樣, 他不得不放棄皇偉繼承權。 靠炸薯條起家的荷蘭富豪, 追求並威脅比利時的資深美女被判刑。 在比利時的荷蘭百萬富豪雅角布斯, 因為溫血前比利時小姐德米勒梅斯特, 被判處兩年換刑, 並必須向他支付2000歐元賠償。 這位荷蘭人, 擁有一家著名的安德惠普薯條連鎖店, No.1 和很多其他物業。 2013年他被德米勒梅斯特圍住了, 送給他很多珠寶和其他昂貴的禮物, 包括兩輛保時節, 因為他無法在兩輛車之間做出選擇。 兩個人交往了一段時間, 互發了幾百條恩愛的短訊。 但是, 這位1994年的比利時小姐, 對感情婚姻就有著不同期待。 因此, 被這位靠炸薯條髮家致富的男人騷擾了一段時間。 2013年4月22日這一日, 他想開車送兒子上學, 但被他開著的老虎衝撞幾下, 他因為頸部不適而投訴, 並要求瓦角布斯賠償一萬歐元的損失。 瓦角布斯就認為, 這事件是意外的事故, 法院星期二役裁定, 不是謀殺未遂或襲擊和偶打。 目前, 不知道瓦角布斯會不會上訴。 比利時檢察官辦公室, 曾經要求法院判處瓦角布斯三年的徒刑, 但未獲得法院的首肯。 看一隻, 兩個頭六條腿的龜仔。 美國媒體對一個動物公園的新聞感到震驚, 引進了一隻罕見的小烏龜。 這隻龜有兩個頭, 六條腿, 據目前所知是獨一無二。 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廣泛報導這種動物, 這隻小烏龜, 只有普通麥當羅的炸雞那麼大。 科德國新英格蘭野生中心動物主任, 柏格曼說, 當這隻動物被帶進來時, 我們都感到很震驚。 送來的環保主義者說, 這是一個貧臨滅絕的物種。 專家說, 以前並沒有見過這個物種, 但確實表明以前曾經見過傷頭的烏龜。 這樣的動物在野外生存的機會很少, 這種動物也是如此。 但這隻小龜很健康。 柏格曼說, 現在每個人都很高興看著這隻小龜, 並且密切關注著。 好,今晚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為止。 我們明晚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